在智利的國際天文學家小組 第一次拍到一顆即將消失的星體表面 有助理解星體的演化過程 有陳沛琦跟大家說說 天文科學家 直未能夠了解到星體形成或消失過程 不過最近在智利的帕瑞納天文台 就有新發展 由智利和法國天文學家組成的團隊 用了大概九個月的時間 成功用百米超巨螢望遠鏡 第一次拍到一顆紅巨星的表面 稱為三速四的巨型行星距離地球640光年 體積比太陽大七倍 釋出的光度亦比太陽高出超過30萬倍 最重要的問題是 他們如何失去物質 如何失去物質 因為這是一個星星 在生命中的星星 星體和人一樣會步入衰老 而消失的過程就叫做合法 星體會釋出碳和氧等 加上釋放大量高質量的物質 令到它看上去是紅色 所以被稱為紅巨星 但材料沒有失去物質 而是失去物質 然後我們可以調查 什麼是失去物質 三速四組在1000萬年前出現 雖然算是年輕的行星 不過它已經踏入最後的演化階段 科學家估計在幾百萬年之後 三速四會發生大爆炸 繼而消失 亞洲電視記者陳佩琪不得 各位新聞報導員 再會 再見